还是牡丹啊 紫色的牡丹 这个紫色呢 偏暖一些的 我们先把这个白颜色 调到我们笔度后面 一定要用点白颜色 要不然你这个腌制啊 直接用腌制的话呢 显得比较生硬 我们可以先去 把这个白色呢 给它调出来 先调到笔度后面 然后 我们再去 勾这个什么呀 勾腌制 我们这张呢 画的稍微暖一些的 偏暖一些 就是说偏红一点 这个可以调到试试 因为你这个花青多了 和花青少了 画出来这个颜色是不一样的 还有腌制少和腌制多 画出来也是不一样的 这个都需要去多练习 我们现在用一个点多的方式 画这个 不一定每次都是切瓣 点多的方式画出来的 比较随意 比较生动 比较灵活 也是从这个花青画啊 就是围绕着这个花青 往外走 就看你怎么用力 怎么舒服 怎么来 先把这个形给它划出 就是花花的这个形 然后我们再去 往上面去加颜色 就先用淡一点的颜色 画 然后我们再去往上加颜色 这是一种画 这也是一种画法 这样的你画出来的这个牡丹花呢 可能层次显得比较多 层次显得比较多 就是比较厚实 比如我现在还是可以去往上去 你看 去叠加去 你想象你的花瓣 你的花形怎么去走 中心的味道可以稍微加重 这样你调整叶子 花地 敲上绿色 也可以加点褶食 刚才我们中间呢 已经用了比较重的颜色去画它 我们再用稍微试一点的墨 再给它加一点 然后我们再用小笔 把这个三绿 把这个三绿花锐盘给它勾一下 点一下 比较浓重的这个三绿 三青三绿都可以 特别浓 然后我们再用一斤笔勾这个锐丝 再用一斤笔勾 腾黄加白色 腾黄加白色就比较这个稠一点就行 加点水 加点水 一定要抽吸 好 这个牡丹 就稍微暖一点的这个牡丹 紫色牡丹 好